- 资料图,俄罗斯S300防空导弹系统,环球时报综合报道, 俄先生24日原理克林姆林公新闻局的消息报道着,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前和许利亚总统巴沙尔通电话,通报了俄12-20飞机被击落后俄风的回应措施,其中包括向许利亚交付先进的S300防空导弹系统。 据报道,此次通话是俄飞机被击落后,俄是领导人的首次通话,普京告诉巴沙尔,俄罗斯将实施一系列,确保俄罗斯军人在许安全的额外措施,并加强许利亚的防空系统。 俄先设称,俄国防部长少一谷表示,俄罗斯相信这一措施,能使巴热的头脑冷静下来,并避免对俄罗斯军人构成威胁的貌势行为。 少一谷称,俄将向许防空部队指挥部,提供俄军独有的自动控制系统,并将对攻击式境内设施的航空器,以及在雷达和通信系统等实施电子干扰,俄12-20飞机日前被击落。 俄方认为,这起悲剧的责任在以色列,以色列则不认同这一观点。 俄塔舍,24日趁,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,向许利亚提供S-300防空导弹系统,并不针对第三国。 俄罗斯议员莫罗佐夫表示,现在以色列必须与俄方进行谈判,否则所有从以色列机场起飞并进入之利亚防空区的飞机都将被击落。 俄罗斯承报24日报道称,对于俄罗斯的正义决定,以色列驻俄大使拒绝发表评论。 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今年4月曾表示,如果许利亚用S-300防空导弹系统对付以色列,那么一方将摧毁它,有值。 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今年4月的飞机会继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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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